工厂老板骑车准备下班回家 这时对面工厂员工灰衣的男子居然冲上前 朝向对方脸欧了好几下 眼见他倒下无力反抗 灰衣男孩冲回自己的机车上 拿着预长的切肉刀 刺向对方的腹部胸部好几刀 并骑车离开没多久 嫌犯骑车机车到了警局说他杀人了 警方半信半疑 就连附近工厂甚至死的员工都不敢置信 工厂杀人发生在16号下午5点多 新北市新庄化成路上 原来中性嫌犯与死者只是对面的工厂邻居 嫌犯向警方表示他心情不好 骑车到附近绕绕 却念头一转想到对面的工厂老板要下班 他居然迟到杀人 由于说发当时没有目击者 加上死者机车倒在现场 一度以为是单纯吃货 直到这户到场发现 死者腹部胸部都有刀伤 赶紧送医急救 但回前法术 范贤是表示说因为他们经常瞪来瞪去 而且他也表示说对方可能曾经有 经常说他坏话 引起他的不满 才会造成今天这个行凶的过程 为什么要杀人 让你要砍他 41岁中性嫌犯没有前科 在塑胶工厂20年 表现也很正常 这回却说是突然想起对方常讲他坏话 这也让死者员工相当纳闷 我们这些 我们都做各自做各 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认识 但不管什么原因 石刀杀人就是不对 对于死者家属来说 更是难以接受 记者孙银翼吴欣龙SN小组 在新北市报道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参赞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